上次我们讲到这里有个杯子 因为它的顶部是密封的 在液体上面有一部分真空 液体上的表面积为A1 然后我戳一个小孔 表面积为A2 这个表面积A2非常小 只有A1的一千分之一 然后使用连续性方程 我们说速度 液体表面运动的速度 V1乘以A1液体的总表面积 等于流出的速度 它是我们要求解的 是其他量的函数 乘以输出面积 我犯了个错误 我不知道上个视频 是不是这样讲的 或者在错的视频中 或者在错的视频中这么讲了 因此我们知道 出十顶部速度乘以这个顶部面积 等于输出速度乘以 我们可以把A2用A1除以1000代替 可以把两边的A1消掉 然后这里的速度 等于顶部表面下降的速度 等于 液体喷出这个小洞的 速度的一千分之一 这样实际上 薄努力方程左边 就有三个变量 左边的变量 都是些什么呢 这个孔的压强是多少 这个是很重要的 当我们讲到薄努力 我重新写一下薄努力方程 P1加PGH1加PV1的平方除以2等于 P2加PGH2加PV2的平方除以2 我们已经知道这些项 现在我们来求解这些项 点二处的压力是多少 这个很重要 你可能会问 这个也是我的第一反应 我犯错的原因是 液体在这个深度的压强是多少 这个薄努力方程并没有告诉我们 薄努力方程告诉我们 这个孔的输出压强是多少 当我们进行推导时 我们说做了多少工 这个是做工项 尽管我们给它做了点变换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 这个孔喷出的水 它并没有做工 因为它对任何东西都没有失利 因此实际上它没有做工 当我们考虑压强时 输出压强 并不是液体在这个深度的压强 应该把它看成这个孔的外部压强 这种情况下 这个孔就没有外部压强 假设如果把这个孔封上 然后这个点 然后压强就是外部对这个杯子的施加的压力 而产生的压强 用来盛水 这种情况下就没有速度 水不会喷出 但是现在外部压强为0 这是这个孔本来造成的 我们说P2等于0 因此这个压强等于0 因为是在真空中 P2也等于0 P2也等于0 因此这两个都等于0 记住这是外部压强 P1等于对管内施加的外部压强 可以把这看成一个管子 可以重画一下 画成一个管子 上面有一个大孔 然后往下有一个超级小的孔 像这样 这是真空 液体从这里进去 然后从这里喷出 不管怎样 进入管子的压强为0 并且我们说 既然这里的这个孔 输出管子的压强为0 因此没有做工 这一项呢 这一项是弑能项 我们说H1等于H 这个高度为0 因此这个简化为 PGH加上PV1的平方 乘以V2 等于这个 因此这个等于P除以2 乘以V2除以1000方 我们只把V2除以1000带入V1 它等于孔的压强 孔的外部压强为0 加上H2 H2是这里的高度 也是0 假设在高度为0的地方 挖一个孔 因此这个也是0 等于这个动能项 它不算是动能 等于P乘V2除以2 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来 方程的两边都有P 因此我们可以把方程两边 同时除以P 把它们都削掉 然后方程两边同时乘以2 得到2GH加上V2的平方 除以1000方 等于多少呢 除以100万 等于V2方 我们可以再精确一点 可以两边同时减去 1除以100万 再乘以V2的平方 得到0.999999V2 但是假设为了减变起见 或者假设如果这个不是1000 而是100万 而这里的表面要大得多 那么这一项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小 如果这个孔是表面积的百万分之一 它就会变得非常小 可以忽略这一项 因为它只会使计算更加复杂 我们假设这是个非常非常大的数 而这个孔的面积 要比液体的表面积小得多 好比在湖浮水坝 挖一个小孔 湖浮水坝拦截着这个大湖 然后在上面挖个孔 因此这个孔对于液体表面积来说 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只有当输出孔远远小于输入孔时 才可以这样假设 根据上面说的输出速度是多少 速度只要把两边开根号 得到根号2gh 那就是输出速度 每秒钟流出的液体是多少 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们已经知道了 液体呈柱状流出 因此每秒 流出柱状液体的长度等于速度 乘以时间 然后圆柱的横接面 等于输出面积 如果我想知道流出的流量 流出的流量 要等于孔的面积 乘以孔的输出速度 等于面积乘以根号2gh 以后我们可以用它来解题 如果我们有具体数字的话 只剩下一分半了 下个视频见吧